一个人的认知水平低主要会有哪些表现 有好多朋友让我说一下如何去提升一个人的认知水平 我就在探讨如何去提升认知之前 有必要去搞清楚什么是认知 以及认知水平低大多数情况下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样大家在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去做那些提升认知水平的事情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认知 这算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概念了 这同样是一个很多人都会去说的一个词 但是未必有多少人会真正的理解它 认知是指一种心智活动 它是主体对外部世界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和结果 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 比如说桌子上放着一个红色的苹果 这就是外部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是如何对这个信息进行加工呢 对一个婴儿来说 它只是一种具备了某种颜色和形状的物体 它是模糊的 它不具备任何意义 那对于我们承认来说 我们可以几乎不需要花费时间 就能辨认出它是一个苹果 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苹果这个概念 我们清楚的知道苹果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 当这个信息出现的时候 它符合了我们脑海中关于苹果的认识 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的认知符合现实 其实所谓的对信息的加工 就是一种识别判断的过程 能不能识别一样事物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概念 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苹果或者没有苹果概念的婴儿是不可能认识苹果这个事物的 所以简单的说认知就是我们人面对事物时的识别判断能力 第二个问题 认知能力低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表现呢 认知能力低不是指没有认知 其实没有认知这个问题倒好说 如果我们对一件事物完全没有认知 那说明我没有任何关于这件事物的信息 我们就无法做出任何的判断 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一种蒙的状态 就像一个婴儿看到苹果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 但是它会充满好奇心 它是一张白纸 怎么画都行 你指着一个苹果说这是梨 那么它就会认为这种水果就是梨 认知能力低带来的影响就有些麻烦了 它是指对事物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了解 比如说哲学这个概念 绝大部分人对这个概念的了解可能仅限于这个词本身 或者道听途说了一些大道理人生哲理 便以为这就是哲学了 那处于这种状态的人 接受新事物的难度就比较大 由于他们知道了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内容 但这个时候他们会偏向于认为自己知道了全貌 就像那个摸大象的毛人一样 如果没有自省的意识和习惯 那么多数人并不会知道自己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 这个时候的外在表现就是固执 盲目自信拒绝一切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 对事物轻易的就下判断等等 认知能力低换句话说就是你面对事物的时候 你所做出的识别和判断 与事物的本来面目发生了偏差 之前有一个烂大家的话 说你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这句话实际上是对的 试想如果你连一件事情的全貌和本质都搞不清楚 你又怎么会从中赚到钱呢 反而是那些明显而又幼稚的一些陷阱 很多人总是盲目而自信的往里面跳 思维塑造你的一切 这句话绝对不是说说而已 我们 scroll不下一个记录 然后我不下一个许 可真